上文书说到审讯刺客 这个刺客闹得正凶的时候 将青山进来 青山走的是公伴 晚到了 来这一见呢 203首长 一看 首长好像是负了伤了 首长 你的左背 不要紧 打串了皮了 什么打的 手枪 是谁 203才叫他到这屋来看 青山进了一瞧 这个刺客 先打了他两个嘴巴 等这个刺客看见江青山呢 当时就瘫在那 大伙还纳闷 青山狠狠地给了这刺客一脚 滚钱 不要跟我装这套 青山兄弟 哎 紫荣一愣 同志们 也你瞧了瞧我 我看了看你 你起来说 哎 青山兄弟 饶过我 你这一来 我 你怎么样 你再不说实话 赛虎 他浑身一脚赛虎 蹭进了 那个大狗窜进来 把他的肚子给我扒开 那赛虎 嗷的这么一下 一声叫 那俩前掌 往这刺客的胸前这么一打 这刺客吓得是爹娘乱喊 那青山兄弟饶命 青山兄弟饶命 我说 说 好 江青山同志 那就叫他说吧 青山这才把赛虎给喊住 你讲 杨三愣 哼 你装的什么杨蒜 是啊 我是姓杨 叫杨三愣 这家伙是干嘛的 是个土匪 他呀 在李德林的手下 他怎么这么怕江青山呢 过去跟江青山打过架 叫青山揍过他 赛虎差点把他的嗓轴子给他掐断 这小子害了怕 一见江青山就哆嗦 他就怕这么一个人 那个老土匪李德林 他都不在乎 杨三愣要是火了一样骂 比枪法 他比不过青山 比利器不行 这大狗又那么厉害 所以他一见他就鼓酥肉麻 说实话 这土匪在子荣跟前全说了 是侯匪侯电坤 把他给安排到这 不单是他 余外还有两个土匪 在小分队没来之前 侯电坤就急了 像关在笼子里边的狼一样 总想把这铁条笼子挠开 他出来 他知道了 做山雕完蛋 酒标许的马棒 全垮了 剩下随分大垫子 这儿再保不住就完了 侯匪电坤和谢文东匪司令 好几酒没睡着觉 研究这个事儿 土匪们这回可真急了 李德林呐 侯电坤呐 护铁尔迷呀 他们在一块合计 合计什么呢 这回随分大垫子再保不住 咱们可全完蛋了 兵随屠家 算在一块的全部力量 都在这儿 说究竟解放军来了多少人呢 把威虎山爷给打了 把奶头山爷给揍了 据说 才三十多个人 把侯电坤气得 暴跳如雷呀 李德林是一劲儿直撇嘴 他还笑话做山雕呢 说他们无能 他没到我这儿 等这个解放军这支小分队来到我这儿 我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侯电坤也一个劲儿的 煽风点火 旅长啊 这回你可得注意啊 你要是不留神 小分队到这儿 把随分大垫子拿起来 咱们就全完了 怎么个留神法子呢 侯电坤出主意 咱们呢 把各个路线 全都安插好了人 摆好了口袋阵 等小分队来了 就让他们自动的走到口袋里边来 随后把口袋嘴一勒 咱们就把他打光了 这是咱们第一招 给小分队安下了第一把尖刀 这个要不行呢 还有办法派杨三浪 当刺客 找个地方藏起身来 谁也不杀 专杀203 杀了他之后 龙无手啊 你怎么办呢 小分队就有点慌张了 咱们再来他一下子 围上打也就把他给打散了 这一把刀再不行呢 就是利用当地的 这些个朝鲜族啊 和汉族的人 挑拨他们不合 先施展一派恐怖手段 傻些个人呢 叫他们看一看 把他们吓破了胆 不敢跟小分队接近 叫解放军在这站不住脚 可也就差不多了 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呢 敌人各个路口都没发现小分队 小分队是从绝壁岩过来的 这一下敌人就抓了瞎了 在这个地方啊 安排的杨三愣 这小村啊 叫赵范屯 怎么叫赵范屯呢 他东头啊 住这个恶霸地主 叫赵大发 西头住这个恶霸地主 叫范千金 以他们这两户啊 为名号 起了这么个囤子名 这杨三愣就住在赵范屯这 就住赵大发他家 等着他穿上了朝鲜族的衣服 会说几句朝鲜话 他藏了几天 看准了203在哪住 这天晚上他别着刀 带着枪就来了 他一出门啊 就叫刘勋仓发现了 老刘就在后边坠着他 坠来坠去坠来坠去 这小子前半样在这转了俩圈 没敢动手 他又回去了 后半样两点来钟 他又出来了 老刘一直盯着他 等他来到了这个小院 往窗根这一凑合 刘勋仓就知道不好 往上猛扑 稍晚了一步 敌人就开了枪了 老刘不顾一切 拦腰把刺客抱住了 一个半脚把他摔在那儿 俩人就这么打起来 杨三愣实话实说 我问你 杨三愣子 一同你来的那两个人呢 都在招他发他们家呢 把他带下去 这回的刺客也不敢骂 也不敢叫了 老实了 把这个刺客带下去之后 子荣把审讯的情况 向二零三做了汇报 二零三首长 分析了一下 敌人的这些个手段 就这么回事了 那好啊 青山 你去问问这个刺客 问问他 大锅亏 匪人们怎么安排 是 江青山答应就搬这屋来 来到了刺客 杨三愣的跟前 用手一拍他脑袋 杨三愣 青山兄弟 别套镜 谁是你兄弟 你老实点 哎 我问你 大锅亏 有多数土匪 一共三百多人呢 都是些什么人 就是李德林 谢文东 侯建坤 都在那了吗 不 这个大锅亏 是大门的 大门 我问匪徒的大本营 兄弟 你从哪走的你还不知道吗 你不是从大锅亏走的吗 进来大锅亏 再往里走 一百多里路 那不是就是四方台吗 一过四方台 就是李李宫 匪人们的家眷 一部分在李李宫呢 大部分呢 都在这个大锅亏这 这个地方可危险啊 江青山兄弟 你可不要轻身涉险呢 他们在里边布置的 可周到了 都周到什么 你把我松开 我给你画图 杨三愣子叫江青山 给吓破胆子了 他画图 这小子还真没敢撒谎 一点一点的画 画得很详细 叫个江青山 青山把这个图 拿到二零三首长的跟前 首长看了看 好啊 研究这张图吧 研究了大半夜 一直到天大亮了 也没研究出个名堂 把它先放一放 晚上继续研究 大家都去二零三休息 二零三怎么能休息得了啊 他现在着急 自己恨不得多剩几颗头 把脑子全开动起来 好好的想一想 白如一看这样可不行啊 也不吃东西 总这么苦思苦想 还负了伤了 这要把身子糟蹋坏了 怎么办 跟子荣一合计 杨子荣给出了个主意 哎 小白哥一想 对 做的饭 摆到二零三的跟前 二零三首长 你吃饭呢 我不饿 不饿 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这怎么能行 你非吃不可 怎么 难道这吃饭还下命令吗 这是我的职责 我的本分 我就应该这样做 二零一曾经告诉过我 叫我呀 照顾你 照顾 我很感谢 但是现在没这个时间 这不是吃饭的时候 是考虑问题 考虑问题也得有时有赏啊 什么有时有赏 你拿走好不好 别在这跟我捣乱 我现在就需要很多的脑子 在考虑 就是吗 需要很多的脑子 你怎么不发动群众啊 你一个人在这考虑啊 哎 二零三刚要发广 一听小白哥这句话呀 手掌乐了 给二零三提小了 对呀 打奶头山的时候 曾经和大家讨论过 这一次 再发动一下军事民主大会 叫大家好好地谈谈 怎么样取下大锅盔 指导李里公 这个大会开起来了 哎呀 这个热烈 有的主张啊 硬拼硬打 有的主张 把土匪们从大锅盔里边 调出来打 还有的出主意 再演习一下 杨子荣冒充胡彪 进威虎山那场戏 再把他演一演 不行啊 这样不行 那个一次成 三次五次 那太危险了 不同意 大家说什么的都有 二零三 把有用的全都吸收过来 点滴不漏 然后和子荣几个干部 在一起研究 同意了一个办法 什么呢 是大家伙提出来的 把匪徒们从大锅盔里边 调出来 调虎离山 随后狠狠地打 太好了 就这么做 怎么办呢 先得叫人上大锅盔 给送信去 要送信 谁去送呢 杨三愣子被捕了 杨三愣子身边 还有两个人呢 这两个人怎么办 把他抓起来 不叫这两个家伙跑 叫别人去 叫谁去呀 像什么赵大发呀 犯千金呢 叫这路货去 他们怎么才能去呢 二零三做出了决定 第二天 向群众展开宣传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另外 凭着枪杆子 进行图改 硬图改啊 给他来个硬性的 就把地主家里东西 粮仓库打开 东西弄出来 给老百姓分 就这样一闹 三五天的光景啊 把这个小屯子啊 给闹得像开了锅一样 哎呦 这赵大发受不了了 这家伙黑天白天的和气啊 怎么办呢 最后他想了个主意 他把家里头藏着的四个牛蹄子弄出来 往手上和脚上这么一绑 这小子晚上偷偷的从墙院里爬出来 装作牛走路的样子 一点一点的往外爬 爬着小村的西北角 一个小树林子里 他这才直起腰里 他以为没人看见他 其实他顺着墙往外爬的时候啊 小分队的哨兵 用眼就盯上他 可是没搭理他 赵大发 这恶八地主还挺高兴呢 到了树林子里边 他才把这牛蹄子解下来 找个地方一埋 这家伙撂着绝子跑 绕道跑上大锅盔 来到了大锅盔这行 见匪司令 匪司令谢文东 是个司令 但是光杆的 就像威虎山啊 跟老匪坐山雕一块 那个马西山差不多 他在这就忍着 在李德林的赤马里下 围着 李德林这家伙 傲气十足啊 嘴总撇得跟牛耳头似的 瞪眼睛 罢街 打人 把谁说枪毙就枪毙 连匪手胡电坤都拒他三身 为什么 要不他不干了 他把土匪够拉走了 侯电坤一个人在这折腾什么呢 自己没主意了 就有一个帮手 老道宋宝森 腰道被捕了 侯电坤是痛哭流涕啊 现在他只好在这忍着 一个劲的 给这李德林升官 从哪这个旅长啊 升的副司令 他的嘴 许愿吧 你要什么呢 就有什么 将来一旦得手之后 江北的天下 都是你李氏的 李德林 呼 那团神气 正招坐着 有人来报告 赵大发要见你 哦 把他给我叫进来 赵大发进来 啊 旅长 侯电坤在旁边用手一指 嘿 会说话吗 啊 侯专员 我说错了吗 什么旅长 现在已经不是旅长了 从昨天午后 三点十七分 叫我给提升为 副司令了 少将 哦 哦 少将先生 他也吓懵了 叫他怎么叫 他就怎么叫 李德林这气 什么叫少将先生 赵大发 我问你 囤子的情况怎么样了 哎呀 了不得了 反了 谁反了 那解放军啊 有多少人 叫那几十个人啊 你把详细情况说说 我派那人呢 都让人家逮住了 他是有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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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哭咧咧的 他把这经过一说 李德林听到这儿 用左手一撵 他的人丹胡子 把三一帮子鼓的 跟吹起来的气球一样 吹 气得他喘出气 这家伙在洞子里边来回走了两趟 猛的一跺脚 吭吱 他穿了大批靴子 靴子底上钉着帽钉子 这一跺脚跺得太狠了 整踩在侯电坤脚面上 侯电坤嗷着一嗓子 副司令 你这怎么了 胡专员 不行啊 绝不能叫这几个解放军 在我跟前如此脏狂 我要打 怎么个大法 把我的马队 掉下山去 我一声照饭屯 好好的 给他来个票领帐 叫这个二零三 我管他二零三二零四的 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对 当断不断 不算好汉 偶断司令 其是副司令所为 我完全同意 这脚踩得还真不轻 行了 踩一脚算什么 别在这跟我莫犯了 来人呢 马上击合 副司令 我提醒您 假如解放军知道的这个消息 他要跑呢 什么 跑 不是就是那一点点的滑雪本领吗 不管怎么说 他们是两条腿的人 而我是四条腿的 他说连了踪了 他是说他的马队都是四条腿 他说他自己四条腿的 侯电坤也没抬杠 就是啊 是四条腿啊 怎么也能追过他了 进口 外边是一阵大乱 匪手们的家眷都过来了 有哭的 有叫的 有喊的 有闹的 干嘛 哎呀 你这一下人 还回得来呀 李德林这气 把那胡子都撅起来了 我说你们说点顺流话不行吗 说点那开示大吉的话不行吗 什么叫回不来 那我下去干什么去 就是我们在这怎么办 不要紧 给你们留下凉挺机器 守住了大门 没有动静变霸 如有动静 这山洞子里边有日本人的炮弹 日本人的钢炮 很多的子弹都在这 你们给我抄家伙 打 哎呦 我们一摸那个就哆嗦 那个呀 那你们就当死吧 说完了 外边摆马皮也准备好了 马上出发 连夜够奔赵饭屯 飞徒们的行动可不慢 五夜十二点前后 马队就到了赵饭屯了 一声喊叫 啥呀 解放军一个也跑不了啊 交枪啊 抓活的 他们还闹得挺凶 把这小屯子里外闹得乌烟瘴气 等围住了 仔细找啊 就发现了这么些个东西 什么呢 什么小笔记本啊 还不是整个的本 就是那笔记本那皮 什么十字课本啊 半截铅笔啊 一破饭盒子 两只大头鞋 不是谁在地上 还扔着只袜子 就这个 小分队 不翼而飞 连个人影都没瞧见 李德林老匪还乐了 哈哈哈哈 叫我追的是望风而潮 范千金地主接出来了 接到他家里去 又愁大烟又喝茶 锦子一忙 李德林琢磨呀 这个老头匪可也狡猾着的呢 他心里头有这么一个鬼算呗 203这个小分队哪去了呢 怎么走得这么快 把赵大方给我叫过来 司令 赵大方 你在离开家的时候 这解放军小分队在这没有 在这儿呢 是要出发吗 没有啊 我看他们在这儿好像要安家了 那怎么会没了呢 就是啊 一定是知道司令您厉害 他们是文风丧胆 胆烈昏飞 您还没来 就吓跑了 他们跑哪去了 跑回去了吧 不能吧 跑回去 李德林站起来 背着手 蹭蹭在屋里头 转了几个磨磨 他狠狠抓住着赵大发地主的一领子 赵大发 你说 他会不会打进我的大锅盔啊 啊 要是那样 司令 您不吃了亏了吗 哎呦 我上了大当了 谁叫你上的山 我自己啊 你为什么要上山 我去给您送信 你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 因为这小分队在这都反了天了 我不能不告诉您一声 呸 呸 一个嘴巴 把这个恶拔地主打屋里给打外边的 李德林马上传令啊 赶快开吧 终于回去 不然的话 二零三带着人就打我的老家去了 你别在这抽烟漏 呱呱 他把侯电坤的烟盘子给揍了 烟枪也折了 侯电坤惊慌慌的起来 匪徒们上马 往回赶 完了 完了 啊 赵大发离开了他自己家的时候 少兵就报告二零三了 二零三首长一听这个消息 非常高兴 好极了 同志们 准备出发 把路线要这么这么这么走 临走之前要扔些东西 就是方才我说的那堆东西 那都是小分队有意识扔这儿了 从这个赵饭屯转出来 抓你一下 像一把匕首一般的 就插到敌人的大锅盔来了 小分队看得清清楚楚的 匪人们从同志们的眼前溜过去了 奔赵饭屯了 等匪徒们走过去了 同志们就奔赵来 说路最熟的 得说是江青山 不走大锅盔正山口 从东北角望里插 绕到敌人的碉堡群的后边来 一点事都没废 就是手里头举着两颗手榴弹 一共有四个同志 把敌人逮住了二十一个 两个机枪班 一个没跑了 都举着手 投了箱 把机枪也绞下来了 把匪徒们的家属全都给集合到一块 哭都哭 喊的喊的 饶命吧 我们都是梁家妇女呀 叫土匪鲁上山来的 呸 江青山脆了一口 谁不认得你 你是谢文东的三老婆 那家伙一听啊 脸就白了 谁不敢嚷嚷我 把他们弄得一小山洞子里边看着 203 命令大家把敌人的弹药库 粮仓 给他点着 同志们 用火要烧这个粮食 心里都有点心疼啊 多可惜啊 首长 这么好粮食全烧了 就是啊 同志们 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情 不过 这是个眼前的 为了长远 必须得烧 好 把这个油弄出来 从这敌人呢 做饭的那个饭堂里边 把油桶弄出来 油都撒开 弄得这个敌人 这个背符上也是啊 弹药箱子上也是啊 把那个炮弹呢 都给弄得一块 用手榴弹在周围全埋好 当地雷使唤 单宅出来了 集挺机枪要用 有些子弹要用 还有日本关东军的大衣 小分队的同志们 每人挑了一件 剩下的都不要 点 一声点 咕 手榴弹一找 引着了炮弹和子弹了 哎呀 像鞭炮铺找火一样 呸 啪 啪 啪 咕 咕 咕 山石乱飞 羞烟迷漫 吓得那些土匪婆呀 捂着脑袋嗷嗷叫 想躲想藏 其实是没炸着他们 没炸着他们 吓也吓死了 他们在另外一个小山洞子里边待着呢 不是吗 那么同志们 把他们打算怎么办呢 也没带着他们 也没杀他们 让他们随便吧 你愿跑就跑 你愿意在这大锅盔这儿守着 那你就在这待着吧 随后 同志们按照203首长的指示 把预备好了的炸药和手榴弹 就在通往大锅盔的这条山路上 买好了 买这个干嘛呀 手掌早已指出了 敌人一定从照饭屯翻回来 他得往回警赶 干嘛呢 他的家不保险呢 那劳匪李德林狡猾得很呢 随后在两旁边再支起机关枪 等着敌人走的这个 马汤炸药响 机枪劈头盖脑袋 给敌人来个蒙打 这都准备好了 203估计的 太正确了 李德林马不停蹄的翻回来 这个老家伙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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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撒开江绳往回紧跑 头里头匪徒们的马蹄子 躺着了导火线 光亮这么一声响 连马带人就架着晕了 正在匪徒迷迷茫茫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机关枪叫起来 这下子把匪徒打了个落花流水 等匪人们也明被过来了 架枪反扑 闯上了东西两道岭 再找小分队 早已架起滑雪岚 无影无踪了 这下子把老匪李德林 气炸了肺了 气得他浑身直抖 对天明了事 他要干什么 我要和203一死相拼 马上整顿残兵败将 给我追 带着林海雪园和小分队展开了一场大周圈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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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